哈马斯昨天晚上表示准备释放所有的被扣的以色列军队的士兵 但是他提了个条件 哈马斯的条件是说 以色列必须释放在以色列监狱中的 现在关押的所有的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前段时间说已经消灭了哈马斯 哈马斯已经被他们打趴下来 现在不得不坐下来 双方谈判 卡塔尔中间斡旋 然后呢你们两边都得放人 对以色列来说 这个气可不顺啊 他们那么高傲 那么居高临下 现在呢不得不跟哈马斯谈判 而且呢 就现在被哈马斯轻轻的一摆 就踢到了以色列的脚下 内塔尼亚胡先生 您看着办吧 反正全世界都盯着呢 今天良心未敏的全世界的观众 其实很难理解 以色列以色列 你抓了七千多巴勒斯坦人 这是干啥呀 你关到监狱里边的人 很多都是妇女儿童 未成年人 你这又是做什么呢 前天被释放的一个女性 她18岁的时候 在伊罗沙冷的街头 遭遇了以色列流氓的性侵 这个女孩是和她的14岁的妹妹 两个人在街上走的时候 以色列的流氓 犹太人就过来动手动脚 无言会语 女孩子奋起反抗 不甘受辱 于是这个以色列的流氓 掏出枪来 碰碰碰碰 一顿乱枪 这个宁死不从的女孩 居然被打成重伤 大家注意到没有 在伊罗沙冷 以色列的男人 任意凌辱巴勒斯坦的女孩 这是女孩子 她刚烈反抗 以色列的平民 她怎么能带枪呢 我告诉你 以色列全民皆兵 那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全部责任 都是以色列这个流氓的 对不对 但是 以色列居然判处 那个以色列流氓无罪 而把这个女孩 关到监狱里 本来被你打成重伤 然后关到监狱里 那是发生在2015年的事情 这么多年 把这个18岁的 花孤独一样的女孩子 折磨得不像个人样 告诉各位 这不是个别案例 好多未成年的孩子 也被以色列关进了监狱 好多巴勒斯坦妇女 孩子妈妈被关进监狱 他们的所谓罪行 他们的所谓恐怖主义的罪行 不过是用石块砸了 以色列国防军的主战坦克而已 尊敬的内坦尼亚胡先生 现在哈马斯要求你们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 请问您放还是不放 法新社最新报道说 哈马斯的一名高级官员 最近表示说哈马斯准备释放所有被扣押的以色列士兵 我全放了这次 要求换取被关押的所有的巴勒斯坦人 要他们获得自由 大家都知道 媒品上有没有看到了 自从停火协议生效以来 哈马斯释放了74名人质 主要是妇女和儿童 此举换来的是 180名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人 主要也是妇女儿童 据报道目前有7000多名巴勒斯坦人 被以色列关在监狱当中 有些人复兴时间相当长 有些人是刚刚抓进去的 上个月哈马斯已经提议过 用所有人质换取所有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 但是以色列方面扬言 无论是不是释放人质 他们都会重启加沙战争 今天是2023年的12月1号 今天早晨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 这是个突发事件 以色列国防军说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就是哈马斯方面违反临时停火协议 向以色列精力开火 所以以色列国防军 恢复对加沙地带军事打击 就是以色列找个借口接着打呗 加沙地带临时停火协议 11月24号上午7时生效 两度延长 12月1号早晨7点钟到期 停火期间 哈马斯和以色列分别释放了 7批被扣押的人员 但是以色列哈马斯 均被明确表示 该协议是否会继续延长 中央第二台报道说 在联系停火协议到期前的一个多小时 以色列国防军找个潮 说他们拦截了一枚加沙地带的火箭弹 说当地民因为火箭弹拉响了防控警报 以色列军队完全没有火箭弹 他们也可以编造出理由来 重新重启加沙战争 因为内坦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的发言人 已经多次表示了 无论任何包括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 他们都不会停止战争行动 而且他们强调不受任何战争规则的约束 以色列这21世纪滥杀无辜 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平民 包括英文被炸死 美国有点承受不了 这个道德压力 现在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各大城市内部 反以的这种试别游行 特别是反对拜登 你无条件支持他 而且拜登你还站在以色列方面 替他传播谣言 证实他没有等等等等 所以现在美国承担一些道德压力 在这个时候 布林肯他说了一段话 布林肯警告以色列官员 说你战争持续时间越长 来自全球的压力就最大 你体会不到这压力 我体会得到啊 美国承受来自全球的压力 报道当天 布林肯再度抵达以色列 与以色列官员会谈 这一个多月已经四次了 四次到往以色列 但是以色列现在已经疯掉了 布林肯说的话他也不听 昨天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战略沟通协调员 叫约翰·科尔比 这个小子表情我老看特逗 他说 美国不支持加沙地带 永久停火的想法 但支持人道主义临时停火 他表示说 美国希望在以色列和哈马斯 双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 目前实行的临时停火协议得以延长 美国的态度也是梦领两可的 或者这样或者那样 因为压力大 如果影响到2024年大选的话 你就停停 收手 然后这两次弄延长 停火协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布林肯说的呢 稍重一点 但是科尔比马上又说 不支持永久停火 但是支持你现在呢 再传口气 再传口气 歇歇 你再传口气 你这叫什么事啊 美国和以色列 紧紧的勾在一起 利益连在一起 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 不把人当人 不把国当国 如果巴勒斯坦不能够正常建国 两个方案不能得到正常实行的话 现在远远向报核实了这种事情 即使是这一次平息了 接下来还会是这样 这叫按下去 葫芦起来瓢 你不把别人当人 压迫别人几十年 别人怎么就会逆来顺受 永远甘心被你欺负 被你杀戮呢 感谢收看 再见